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国家继续向和平基金注资 中国的社交媒体充斥着假设国生照片 以下是深映详细内容 自从向莫斯科进军中断以来 普利哥俊首次再次发声 阿加勒的老板普利哥俊 今天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的音频 他说向莫斯科的进军是为了防止他的库庸军被消灭 据普利哥俊说 阿加勒集团将在7月1日不复存在 不过他表示他无意推翻俄罗斯政府 普利哥俊表示 对莫斯科短暂的进军只是希望表明 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势应该如何进行 他说我们为2022年2月24日应有的样子 举办一场大事班的教学 据普利哥俊说 阿加勒部队停下来 是为了避免俄罗斯士兵流血 但他对俄罗斯的飞机被阿加勒的军人击狼表示遗憾 但表示他的部队亦遭到了导弹和直升飞机的轰炸 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普利哥俊在哪里 自从星期六晚上以来 普利哥俊一直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沉默 他通常总是用清晰的语言侮辱俄罗斯的国防部 普利哥俊在兵变的最后一刻取消了继续进军 据俄罗斯独立新闻网站美都杰消息说 阿加勒的老板下午已经意识到自己玩得太过头了 普利哥俊本人试图与普京取得联系 但是总统不肯和他交谈 普利哥俊的部下几乎并没有遇到抵抗 但是俄罗斯的正规军或者保安部队 也没有大规模的叛徒 普京在兵变当日上映的讲话中表示 他无意更换军方的高层 据这个独立网站的消息人士说 克里姆林工看到普利哥俊改变了议起 他希望进行谈判以避免留约 据称普利哥俊要求他和国家元首达成业维 以挽回面子 但是被普京拒绝了 这个就是劳卡申科发挥作用的地方 据称显然这个不是白俄罗斯独裁者本人的倡议 劳卡申科完全依赖于克里姆林工 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命令 他不会介入 目前对达成的协议知之甚少 但是克里姆林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普利哥俊将前往白俄罗斯 而针对他的武装背变形成案件 也将未撤销 不过过去三年以来 白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上 已经迅速转变为俄罗斯的一个省 此外 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敞开的 因此 认为流亡中的普利哥俊 不再干涉俄罗斯的权力游戏 或者莫斯科给他继续安静生活的想法 似乎是荒谬的 报道说 事实上只有两个选项 或者普利哥俊在这不交易中取得的成就 达到目前为止 所知道的重要多 或者他会被吊死 如果他并没有受到惩罚 这将是克里姆林工软弱的表现 在普利哥俊为了避免留意 而取消在莫斯科将军之前 据说 在被瓦格纳叛乱分子击落的直升飞机 和一架飞机上 一共有13名俄罗斯军队的成员被打死 俄罗斯多个媒体《星期日报》说 对普利哥俊武装叛乱刑事案件的调查 并没有像星期六成员的那样停止 普利哥俊的私人军队的未来 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虽然 阿加勒的老板宣布他的部下 按照计划调转中队返回营地 他指的 可能是顿巴斯和俄罗斯南部的雇佣兵的刑防 但是前一天 还听从普利哥俊的命令 佔领罗斯托弗的雇佣军 现在转向敌人的阵营 反对普利哥俊 这个似乎是一想呈现的想法 俄罗斯的调查记者 兼俄罗斯问题专家 博林根在博客中说 这些人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俄罗斯军队的前军官 他们要么就不喜欢这个军队 或者不喜欢在那里赚钱 他们来到雇佣军之后得多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美国的战争研究所指出 雅加纳的战士带着重型军装备反过基地 这似乎认为 兵变分子还没有解决武装的事实 可能意味着克里姆林工 希望以某种方式保留雅加纳 战争研究所 援引俄罗斯国家道马国防委员会主席卡尔塔波洛夫的讲话 他昨天宣布 国家道马正在制定一行监管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 卡尔塔波洛夫称 他认识雅加纳是俄罗斯最具战斗力的部队 他进一步指出 雅加纳的战争未来还没有确定 并强调顿河半罗斯托夫的部队 听从他们的命令 并没有做任何应该受到谴责的事情 卡尔塔波洛夫司徒决免雅加纳的军人参与兵变的责任 并且将他们和领导人普利各津分开 战争研究所表示 这可能表明 俄罗斯政府希望继续以某种形式 使用雅加纳的人员 而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专家 索尔塔波洛夫指出 普利哥津本人的角色还不一定结束 他说 最奇怪的变态仍是有可能的 就是 你一切都回到一两个月前的状态 索尔塔波洛夫说 可能他又会自动命令 或者不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 而是与俄罗斯的情报特劲部门 在非洲或者南美的活动有关 另外英国报纸电讯报 根据英国安全部门的消息来源报道 俄罗斯情报部门威胁对阿格纳领动人的家人 采取暴力的行动 这可能是导致兵变突然停止原因之一 电讯报纵报道 实际上只有八千名雇佣军的战士 参加了兵变 而不是先前报道的二万五千名 因此 在试图占领俄罗斯首都的时候 靠这八千人 他们的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这个报纸继续报道 普京现在尝试把阿格纳集团的士兵 纳入俄罗斯的军队 并消灭他的前领导人 看下其他乌克兰战争消息的综合 莫斯科公布了 少伊古访问俄罗斯军队的照片 俄罗斯新闻通讯纪尼亚 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局报道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少伊古 已经视察了俄罗斯的军队 这是自周末阿格纳的兵面以来 少伊古的首张公开照片 少伊古访问的地点和时间 目前还不清楚 少伊古一直是阿格纳的领导人 普利哥尊平的对象 据这日报道 少伊古在访问期间 与指挥俄罗斯驻乌克兰西部部队的 尼基福洛夫上长进行交谈 部长还特别关注支持部队 并为人员的安全部署创造条件 但是 几位俄罗斯军事博主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今天俄罗斯国防部 分享的少伊古的视频 来自上星期五 据称 少伊古当日访问了别以哥罗德地区的 俄罗斯军队 这意味着少伊古的访问 是在阿格纳的兵变之前 英国金融时报莫斯科分社社长 塞登布道说 现在公布这些图像 很可能表明 克里姆林工希望发出一个讯号 就是说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仍然获得普京的信任 另外 普京再次发表讲话 并没有提及兵变 俄罗斯总统普京 通过克里姆林工的网站 发表了自阿格纳兵变以来的首次讲话 在讲话中 他并没有提及这个星期末发生的事件 只是向参加工业青年论坛的人士 表示祝贺 同时 俄罗斯的国营媒体 国际民传电讯社 发布了克里姆林工的新闻办公室 关于普京和伊朗总统来西 电话交谈的报导 据国际民传电讯社报导 说 来西已经就6月24日的事件 向俄罗斯领导人 表达了全力的支持 国际民传电讯社报导 说 他们两人讨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重点就是现有的贸易、能源 和运输协议的实际执行 看看烏克兰方面的消息 烏克兰解放顿列茨克的村庄 烏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 马利亚尔在Telegram上表示 烏克兰的军队 解放了烏克兰东南部的里夫洛波尔村 马利亚尔写道 国防军已经将里夫洛波尔 重申于我们控制下 我们将继续前进 马利亚尔在今天较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从几个星期之前 烏克兰开始反攻以来 已经解放了南部 约130平方公里的土地 欧盟国家继续向和平基金注资 欧盟国家向即将耗盡的和平基金 捐款几十亿欧元 欧盟国家将向这个基金继续捐款35亿欧元 这个基金除其他用途之外 用于支付烏克兰的武器费用 这是非常必要的 必须补充资金 因为再次见底 但是与此同时 作为欧盟成员的匈牙利 继续反对从这个基金中 向烏克兰额外贝款 欧盟国家可养这个基金 即是所谓的欧洲和平基金 申报向烏克兰运送的武器 这个规定 早于俄市集中烏克兰之前 但是当时有大约53亿欧元 远远不能够满足战争发生之后 烏克兰几十亿欧元去衰掉 去年这个基金增加了20亿 完全是因为烏克兰迫切 需要额外的火炮弹药 而这个基金实际上 必须持续维持到2027年 由于欧盟成员国的额外支持 这个基金的资金 总体上增加了一倍多 欧盟主管外交事务的博雷宇表示 这确保欧盟能够继续向 摩尔多瓦、格鲁吉瓦、波斯尼亚 和莫桑比克等国 提供具体的军事援助 但是与此同时 欧盟国家没有办法 就向欧盟发放新的武器基金 达成一致 被认为与俄罗斯关系比较密切的 欧盟国家匈牙利 继续加热阻撓 荷兰外交部长华克斯特拉 说这个言误非常不幸 他说必须而且可以更快地完成 最后看一段中国消息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充斥着死去的学生照片 这是年轻的中国大学毕业生 发生的一个新趋势 通过假装死亡 让人们注意到年轻人的困境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充斥着这样的照片 不单止是刚刚毕业的学生 一个有趣的搞笑 这是对年轻人劳动力市场 出现现状的无声抗议 今年夏天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中国毕业生的人数 将达到创纪录的1160万人 但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 也创历史新高 中国城市中 有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 有了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 只会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 荷兰媒体驻华记者斯密德说 近年来 在中国有几百万人 更加容易上大学 但是经济虽然增长 但是跟不上大量的毕业生 所以 中国求职的竞争非常激烈 科技行业等高质量的工作 在年轻人当中非常受欢迎 但是也很难实现 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不得不接受不适合他们教育水平的工作 斯密德说 星巴克里面 有人拥有大学的学位卖咖啡 甚至 争取在这里的工作也是一场战斗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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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